你的关羽是不是跑不起来 总是被对手断马腿 你的关羽是不是缺了一点伤害 总是被对面思学反杀 你的关羽是不是入场司机不对 开团总是成了送人头 不要紧张不要慌 这些我也经历过 久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这个想法是不是惊为天人 这一切起源于这一把 咱们都知道关羽虽然跑得快 但只能带线偷塔是不行的 你像这里对面就是吃准了这一点 所以看都不看我一眼 居然都不带回房的 本来偷塔呢我也是不想的 毕竟骑兵不适合攻城 可这一把呢队友已经要被团灭了 形势十分的危急 在这一种大厦将军之际 老猪啊突然凌光一线 来马 买电刀 从此刻开始骑兵下马攻城 也是从此刻开始 忘掉冲锋 忘掉移速 忘掉马腿 忘掉你的刺兔马 你哎 就完事了 三四五星的海外赛 力挽狂澜 我就问害有谁 偷家的英雄都知道 韩信 老胡子 米达尼 但他们不知道 一个人处无害的关羽也能拆 可惜那一把由于是半路出家 所以他注定了不完整 而一个男人怎么能不完整呢 所以我们重新开一把 重新来 前期咱们就稍微发育一下 发育的步骤呢 混为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就一共是这七个部分了 是不是好简单好容易啊 我相信聪明如你 一看就会 一定可以发育起来 此时的对手看我之前的表现 他们认为我可能是个常规的关羽 但是也遗憾 我不是 我并不是 像这里 常规的关羽一技能砍过去以后 如果对面没有死 那么你此时没的伤害只能走了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容易被失去反杀 但是我连续两个普攻 两个暴击 猴哥都要怀疑 这四个骂玩意儿 战斗力跟常规的玩法不是一个档次 在比方说这里 当对面存在了打几颗腰之后 咱们的马腿是很容易断的 你跑不起来 常规的玩法 你要么跑 要么被秀 但是我不 我不一样 急跑一开 咱们追着砍 对面这个羊和家罗 他们选出来就是为了断我马腿 甚至于这个羊害出了冰心和冰杖 一身的减速装备 就是为了让我跑不起来 都这么针对我了 可惜他预判错了形势 咱这玩法本身就没有马腿 你怎么断 我就问你怎么断 并且跟李信老胡子他们不一样 一般人想不到关羽可以偷他 所以用这个玩法 你可以告诉对面什么叫惊喜 朋友们啊 你们可能觉得我这个玩法是在搞笑 因为关羽去平A就丧失了机动性 而且没有空了 但是我敢力供我 这么简单的问题 我早就想明白了 你上这里 大招开起来以后 咱们普攻一顶 这个时候你的普攻没有后摇 再加上一技能也是没有后摇 所以这个控制还是有的 而利用这个特性 咱们利用二技能一阵 取消了普攻后摇之后 咱们再用普攻取消一技能后摇 而一技能再取消普攻后摇 这样就可以打出一套带控制的高爆发 虽然没有攻速 但依旧很丝滑 具体的连招是2A1A 当然了另外一套也行 你开它以后强化普攻顶一下 接平A也是可以的 这样也是有空有爆发 但是没得那么丝滑 所以不要觉得这玩法很奇葩 你就是你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要是所有玩家都是一个样 那这个世界就不会那么兵分多彩 你要做你自己心中的自己 而不是别人眼中的你 朋友来吧 大胆尝试一下新玩法 赢了之后请务必报我的名字 但如果你不小心输了 这个时候我建议你发一句 你好我是铁根 我也曾经在吧 平A是5A1A2A2A1A3A3A3A4A2A4A4A3A4A4A4A5A4A5A5A5A6A5A6A5A6A6A3A4A6A5A5A5A6A7A5A5A6A5A6A6A6A7A5A6A4A6A